今天要跟媽媽說什麼 母親節快樂 母親節啊 哇 母親節齁 我們今天要來吃披薩喔 對 爸爸現在要來去拿回來給你吃 等 等見 靠大叫做靠 今天要來做一個母親節特別企劃 要來請我們的媽媽們吃飯囉 好 媽媽今天也來了好不好 我們現在要來去拿披薩 我們要來吃披薩的大餐 其實我們昨天已經有吃過那個火鍋了 對 這個健康然後比較少食量的火鍋了 嗯 那因為我媽指定了想要吃披薩 好 那既然有指定了 我們就來完成一下願望 所以昨天就馬上訂了披薩 現在要來去拿 總共訂了什麼披薩 我們總共訂了兩個大披薩 然後還有一個母親節特產的愛心的披薩 所以總共會有三個大披薩 那個母親節特產披薩 其實看起來好像還蠻溫暖的齁 把它做成愛心的形狀 陰逸節日然後就很適合母親節吃 我覺得你現在是可以做康乃馨的形狀 你覺得怎麼樣 他們太難了吧 康乃馨你要在他們中間這樣撥撥撥 對啊對啊 這個難度高的再把它跨出那一種 人家無法超越的界限 這樣員工會生氣 喔 原來是這樣 那個手工那麼繁雜 你看那些嗎 他在等小朋友耶 在等小朋友假課 所以我以後應該也要這樣 後面那些差不多在等的耶 假課時間就是很多家長都會在門口裡面等 那你以前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 爸媽會來接你嗎 會啊 我媽媽會 尤其下雨天 就是會拿著雨傘在外面 喔 這麼好 我以前差不多 我小時候 我媽應該差不多前一個禮拜 就是我剛入學前一個禮拜 還會來一下 然後後來就沒有 都我自己走路陪家 然後我們以前沒有營養午餐 我媽也是每天中午都會拿便當 然後到門口等我們 所以每天都有愛心午餐 其實我覺得蠻特別的耶 因為以前我一直覺得 披薩是年輕人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們才會買給我們當被子 結果最近這幾年來我發現 其實披薩是當被喜歡的東西 對啊 那女子在吃就覺得 披薩是一個蠻高檔的大餐 對 那是貴苗薯的 應該是喔 送貨還蠻多的 超級多的 拍攝是貴苗薯的 我們妹妹還要買一道義太麵麵 應該是喔 剛剛沒講到 是一個 對 是我有點難以想像 妹妹現在吃的東西好像快被我們龜了 他這樣一份快兩百塊耶 好可怕 而且他應該也會吃一些些比喇嘛 他只吃皮內餡他結束了 他只吃皮內餡他結束了 以後就會改變 小朋友的改變 就是只吃內餡然後皮吃剩下給我 還有優惠券耶 你自己有期待嗎 因為其實你也是媽媽 滿期待的 為什麼 沒有吃過愛心的這種披薩 那你怎麼會訂北大那邊的披薩店啊 因為我在暗示你啊 暗示我什麼 暗示你就是可以去買那邊的房子啊 買那邊的房子讓我準備一下好不好 讓我準備一下 好明年 明年母親節送我一棟房子 蛤 我覺得捷運 捷運可能快開好了 說不定會考慮啦 我有稍微看一下那邊的房子 好像有一些有特斯拉充電裝 原來是為了特斯拉不是因為母親節 所以到時候我付房子的頭擠出來 然後你幫我買一台特斯拉Model X Model Y 現在是母親節喔 不是父親節 沒有 父親節就跟在後面 三個月之後就到啦 嘿 Visa來了 第一個就是妹妹你的 你的 紙包美味 舊愛這一位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很不錯的還有質感喔 雖然是全黑的 但是我覺得全黑的有種莫名的質感耶 還是一張紙在上面 紙啊 紙 保護它漸出來這樣吧 對 好像非常 而且它包這樣子溫度都還在 海鮮的 奶油海鮮的 看起來都受不了了 旅館麵 有花枝喔 是不是 對還有妹妹最愛的花椰菜喔 喔 妹妹你是不是最愛吃花椰菜 不愛 是嘛 你最愛吃花椰菜吧 不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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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披薩 哇 這個愛心 哇 欸這個這個鮭魚 不是啦 牠可不可以跑去那 鮭魚都離家出走了 鮭魚嗎 我怎麼覺得看起來好像 鮭魚鮭魚 鮭魚鮭魚 鮭魚啊 我記得牠有鮭魚 欸 還是牠是另外一種起司 牠是嗎 牠裡面有兩種起司 一個怕麻生 一個 因為牠又特別選了粉紅色的起司 對 牠全部都是粉紅色的 是起司嗎 吃起司嗎 好酷喔 對好酷喔 然後這才是鮭魚 鮭魚 然後鰻魚 蝦子 然後干貝 蝦子 小吃了 所以牠是直接把拼盤 這樣子直接弄上去 應該在菜刀有沒有 切一切之後 然後直接整個就這樣放上去 一排一排這樣 哇 這樣大家辦聚會的話 還是辦Party 也是很好看耶 可是我在想一件事情 這要怎麼吃 牠沒有切耶 怎麼切 好像跟上一次一樣 所以這個是不是要輪流小一口 沒有啊我們家有牛排刀 我們自己切 喔 這個 而且這樣子切其實也蠻有挑戰性的 因為你 你看喔 這個要怎麼去等分牠 這種學問 你就是多吃幾塊啊 然後大家都 啊 這樣子切開 然後再這樣子切 切切切切 可是 旁邊吃皮也就完蛋了 就吃不到鮭魚了 對 所以 這個披薩其實這樣是有挑戰 但是我覺得這樣一打開來 視覺效果是很好的 對 對啊 整個愛心的 起司 哇塞 跟一個大愛心的 而且牠整個 超多蝦蝦的 對 牠的料看起來很豐盛耶 對料看起來 非常的集中 非常的豐盛 跟一般披薩那種 傻的比較亂一點的感覺 不太一樣 對牠這一次擺得很整齊耶 妹妹都挖蝦了 不對啊 你不是說妹妹不吃料嗎 牠今天就改變給你看了 因為是海鮮的 欸 欸 欸 哇好大口 好吃嗎 哇 妹妹你居然為了吃 蝦子把 皮關麵丟在底上 妹妹怎麼可以這樣子 要把它撿起來 我們不可以浪費食物喔 再來 第二個 啊這個 這個應該也是母親節的吧 對也是母親節的 好啦這個可以先吃一個了啦 喔這個也是有干貝 然後這邊應該也是鮭魚 你吃這一個啦 而且還有好多蔥喔 對 你先吃這一個 快點 乾貝鮭魚這一個 媽媽一定要先開動的 而且 我們不是啦 這一個啦 這個鮭魚不是嗎 這裡也有鮭魚啊 啊是嗎 這一個比較焦一點是不是 啊那個沒有起司 不行我一定要這一個 最豐富的這一個 喔好 這一片起司就要超多塊的 母親節快樂 母親節快樂 謝謝謝謝 今天其實還有一個母親啦 是我的媽媽 然後她不方便入鏡 不想要入鏡 但是她也持定說 我被愛干貝 我被愛干貝 對 而且要吃披薩 兩片都有 兩份都有干貝 讓她滿足 可是長輩真的在吃這個還是要注意啦 不要吃太多 嗯 好吃嗎 好吃 她的味道是偏甜的 唉 這個有點讓人想像不到 我以為是鹹的 因為她有加蔥 還有起司 因為 但是她的照燒味道 醬料是讓整個披薩吃起來是甜的 嗯 鮭魚看看是軟的還是酥的 我自己滿好奇的 看這顏色看起來應該會酥酥的 裡面軟軟的 嗯 然後她這裡面還有魷魚欸 嗯 是花枝還是魷魚 花枝 她的鮭魚是軟的 但是 鮭魚好香喔 會讓整個披薩 她原本甜甜的味道多一層鮭魚的香氣 還鮮的鮮味 嗯 她是不是有一點點鹽巴的調味 鹹鹹的調味 沒有鹹鹹的 應該是鮭魚的原味 喔喔 對就沒有任何調味料 花枝 魷魚欸 哈哈 她跟我一樣 花枝魷魚傻傻分不清楚 應該是花枝吧 我覺得應該是花枝 應該是花枝 我自己也要讓它魷魚 哈哈哈哈 讚讚 那妳對於 披薩這樣子的 母親節大餐的感覺 很棒耶 很棒喔 因為這也是新款 很少吃到這樣子 加上在家裡面 簡單只有 對 媽媽又不用煮飯 這才是最棒的 好啦換第三個啦 啊這個 這個就 老口會了 對 羅卡最愛薄片的泡菜 其實我喜歡這個 主要是因為它的薄片 比較不會讓我們負擔那麼大 因為它這個其實 披薩的厚薄程度 差很多 所以不會吃那麼多的粉醬 而且薄片其實比較酥 它帶這個泡菜上面的話 就是有點微辣 口感的話我覺得 層次上來說比較豐富一點 而且它裡面的牛肉份量其實還蠻多的 每一片都會吃到兩三片 但是這個我覺得是老產品的 所以就不分享了 但是還不錯啦 有喜歡薄片 你喜歡泡菜 也可以去買一買吃吃看 對 改變一下口味 好啦 那我們就快速的跟大家開箱分享到這邊了 其實母親節我覺得就是一種 儀式感 要稍微的可以自己過一下 那因為最近疫情可能稍微的 有一點狀況 所以我們就沒有到餐廳去用餐 然後帶媽媽在家裡面 吃點火鍋 吃點披薩 然後簡單的度一個母親節 希望媽媽們每天都可以開心快樂啦 好 在這邊也祝全天下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期影片見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喔 拜拜 還要訂閱我們的IG 好棒 大家好 我是我們好 我的臉 我的臉 是為了 我愛我的臉 很滿意 我愛你的誤漫 就是 我的臉 好